台中第二次的國考節 也就是飛鴿航馬展 15號要穿上來起店 今年有高達六百間的店家來參加 市長羅秀院說 台中市三五腳步 就一間飛鴿航馬店 只不過去年就創下到 189億的上期 希望今年可以獲得到200億 華烤兩吃 中國雲集 火鍋燒烤 成為台中人的日常 想出頭天 稱霸台灣人的味蕾 許多店家選擇先到台中拼出一片天地 台中市長羅秀燕按下按鈕 象徵第二屆國考節活動正式開跑 後面的參賽選手超興奮 全都坐不住高舉招牌 揮揮揮 因為爭奪的可是擔任 台中門面的機會 百家的店家裡面 你上去票選 你最喜歡的 我們今年要選出四大組別 十大店家 東北火鍋香氣四億 盧秀燕看了也垂涎三尺 知乎自己也愛吃 過考節將火鍋跟燒烤分開評選 又分為巷弄美食跟特色品牌兩大組 目前已經超過570家業者 報名參加 準備前往戰場 要一陣高下 我們這裡有全台中最漂亮的業績 火鍋燒烤萬年不敗 這是大家最喜歡的飲食 歡迎來台中 在日前畢業季爆紅的 東海四階地合體亮相 還跟市長一起參與盛事 台中鍋考業蓬勃發展 光是2023年就創下189億元的商機 短短一年內更有40多家的業者 選擇在台中查其開店 台灣人舌尖下 吃出的經濟力可不容小缺 華視新聞 謝建仲 由於華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ほ perceive 努力 Fusion C поocused layered ic petit spirits 酒